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想说一下这个西红柿的压枝和叉枝栽培方法 所以做给种西红柿呢方法很多 我们可以呢用种子发芽 种子发芽呢就是比较慢一点 如果说呢我们用这个叉枝或者是压枝的方法呢 这个西红柿就长得特别快 你看我这里前一段时间呢就是种下的一颗种下的西红柿 这个西红柿呢就是说它比较的抗寒 如果说在一开春三月中旬种西红柿 那个时候有时候气温呢夜里气温还是会五十来度 有时候四十来度 那它这个西红柿它都能经受得住 所以说西红柿可以种的稍微早一点 三月中旬种西红柿就可以 那这些西红柿呢都是我三月中旬种下去的 那这个已经都长得很好了 那这个西红柿呢它现在呢就是说已经分了很多的枝叉 那这些枝叉呢我不可能都留着 所以说我有些呢需要剪掉打掉的 今天呢这个就是介绍这个怎么样用剪枝下来的东西呢 叉枝和这个鸭枝种西红柿 像这个西红柿呢又有很多枝叉 我想呢就是说留一颗主干 然后呢再留这两颗这个枝叉 那个像这一颗呢就是说非常贴地皮的这一颗 你看它长得已经都长得快长到地下去了 这已经开花了 嗯对已经开花了 这里有一个小叉我把它打掉 我想用这一个枝叉呢来压枝 所谓压枝呢就是说 你看我弄一些土来 把这个西红柿这个枝子把它盖住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颗西红柿呢 这个枝子呢你给它经常浇着水 这个枝子底下很快就就会长出根来 对没错很快就会长出根 长出根以后呢你再从这个地方把它剪断 然后呢把这个挖走 哦那就是这就是另外一颗西红柿 对另外一颗西红柿 这种方法就叫压枝 就是把枝子压用土压起来 然后呢等它生了根以后 你就把它cut掉 然后挖出来一到别的地方 就是一颗西红柿 那大概多长时间它才能生根呢 生根那两三个星期 两三个星期应该可以了 对那这是一种方法 像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说 像这个枝子呢我也不准备留了 但是这个枝子你要压枝就很难 你就可以把这个枝子打掉 我不要这个枝子了 这个枝子打掉了这个枝子呢 你就可以直接的埋到土里边 然后呢它也能生出根来 或者是说你把它插到瓶里边 等着它在瓶子里生了根以后 你再木到土里边去栽起来 这都可以的你看照一下我这一颗西红柿 你看你看我这个别的西红柿都长得高高的 这个西红柿很矮你还发现了不 对 因为这个西红柿就是我从另外一颗西红柿底下 压出来的 就是掐的枝子埋到这里 你看它我埋了两个多礼拜了 哇长得这么好 嗯 又就说明它已经活了 对 像这个呢 就是你可以直接找一个地方把它插起来 就埋在这里就是了 这个呢 我想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土里边插起来就行 但是它需要找一个地方 因为咱的西红柿好像已经都种够了一样 就在靠近它的地方 这可能不行啊 西红柿的 因为它都要很大的距离才行 所以我不知道摘到什么地方 嗯 要有朋友的话给它们散了 对 我先可以我先可以放这里吧 暂时放这里 暂时放这里等着 等着它好了以后 我再找一个地方把它 木走 哦 这里好像有个钉子 那我再给你弄点土啊 那我再给你弄点土啊 不用了可以这个土也不错 这一个字子就这样埋上就可以了 对 埋上就是天 经常浇着水不要让它干了 然后呢 它就会慢慢的生根 嗯 就能长出西红柿来 就能长出根来 这就很好 这样的话就快速长 对 这个就要比这个用那个种子发芽 要长出来的要快很多 但是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总得有 你总得有那个东西 有 有 对 长得比较好的 所以说 一个妈妈 对 要有一个妈妈才行 要不的话 你没地方弄叉枝啊 对 所以说 你要有了叉枝以后 有了 长出来以后 你分 打下来的叉 你就哪个西红柿 你比较喜欢 那个品种 那你打下来叉 你可以再 再移植 就可以 哦 你想 就是叉枝的 这个好像成活率还挺好的 我背下来的这个 当时就像那个一样 也是 也是有这个开花了 你看花都没掉 花还在上面保留着了 你看好像都是已经成活了的 但是你可以明显的看出 它比其他的要小很多 但是也 这也长得很快 今天气温特别的热 外区 今天我们这里是83度 你看看我昨天叉的这个西红柿 已经都烟烟了 都低头了 都落到地下了 不知道它能不能 缓过来 希望它能够抗住 这个烟热的天气 Good luck 这颗叉枝的这一颗 前两天 因为天气热都快 都快 都垂到地下了 那么每天都给它浇水 它也终于缓过来了 现在看 它已经开始 冒出绿绿的小芽 小新的叶子了 这个头上 尽管这里有一点 也是 也是成活了 这就说明这颗叉枝的 这颗西红柿已经成活了 在擦枝的过程当中 我也把几个枝子背下来了 然后放到树底下 然后泡在水里边 然后现在我拿出来 看看情况怎么样 看看发芽了吗 这个地方有几颗 不同大小的西红柿枝子 这颗枝子呢 比较大 你看开的花都还在上面 还很新鲜 看看 这颗大的西红柿呢 都已经开始发根了 你看那白白的 就是它发的根出来 就说明了 它已经成活了 这个呢 也开花了 你看了吧 还真是 这个呢 它长的根就更多了 你看看了吧 对 很多根 前前后后都是根 上上下下的 很多根 像这两颗呢 你插到地下 截着就能活 所以都能活了 这个呢 是我压枝的那一个 从这个主干上 压到地下 这颗呢 它当然长得很旺 都已经开花 开始结果了 因为这个呢 就是说 因为它压枝 一直都连在那个主枝上 所以说 它就是说 没有死 但是因为你把它压到地下 然后它也生根 那这个又我插枝 就是说 插到地下的都成活了 而且放到杯子里 泡的也都发根了 所以说 这个应该 也肯定是发根了 所以说 你把这个 这个 这个枝子呢 从这里cut下来 然后把它挖走 然后移栽到你想 移栽的地方 就肯定能成活了 所以说呢 那这种压枝和这个 插枝的办法 还是比较管用的 如果说你有 比较喜欢的那种品种 买一颗回来 然后利用 那个打下来的枝子 不要的枝子 你可以用来 压枝或者是插枝 这个都可以 一颗就能繁殖好几颗西红柿 所以这个办法呢 我觉得还比较不错 推荐给大家 希望今天我们的视频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视频道 谢谢